市长张国舟1月26号上午 针对施工所元宵节系列活动 因疫情取消仪式进行说明 我们台东元宵节的一个政事 大家都非常关注 防疫的措施我们在能力上 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 尤其在我们在办晚会 不是单一个入口 一个多重的入口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管事 在我们的团队的 多次的研议之下 开会之下 今年元宵节我们台东施工所 最主组的2月11号 我们的晚会记者会 炮炸寒丹也 还有2月19号 我们高通烟火秀 传统机遇的表演 我们都起销了 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到有些遗憾 但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不得不断然来宣布起销 今年我们元宵节所有活动 但是唯一一点我们所保存的 就是我们南京路沿道的东西 我们依旧还是照常 我在这里要特别拜托大家停办 容易聚集拥挤的人潮 而且难以维持社交距离的这些 相关的集会活动 譬如抢头香 还有我们相关的绕境游行 抢春牛等等 我们是举例 类似的这些也拜托大家 在我们这个春节期间 我们来停止举办 然后另外呢 参与人数如果超过500个人 以上的宗教机会活动 我要拜托要提报防疫计划 并且经过举办地区的地方政府同意后 再来办理 张市长强调 农历春节及元宵节即将到来 呼吁市民朋友 不论采办年货或春节期间走村参拜 请务必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请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大家齐心防疫 在疫情时刻平安过好年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